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第一個階段的最後一棒 我們就請何春瑋為我們講《女性解放》 我從來不習慣坐著講話 坐著氣勢發不出來 所以您如果不介意的話 我站著講 這樣我還有肢體的語言 最近我們在媒體上面 比較多聽到一些聲音 就是男人講說 哎呀糟糕了 女權高漲了 然後有這個法要改了 那個法要修了 哪一個權力要爭取了 好像說女人爭取平權的聲音越來越大 不過我今天在這裡講這15分鐘 要講一些比較不重聽的話 因為我想要講的是說 在我們這個社會文化的條件之下 女人真的不如男人 非常不如男人 而今天我要告訴你 你為什麼不如男人 你要怎麼樣才能如男人 比男人更爽 我說不如男人啊 不是說不如男人 不如別人 我們就不能爭取權力的平等 當然要爭取 因為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弱勢的 對我們來講不利的狀況之下 這個狀況是一定要被改掉的 可是我們不如男人這個事實 這些不如 正是這個不平等架構的一部分 我們這些比男人差的地方 造成我們沒有辦法發展 在我們爭取我們的權力 right 和我們的權力 power 同時 我們還要爭取我們有發展的空間 而在這裡我就要提出來 這方面的發展的空間 我認為這裡的關鍵點就在於 性 這個大家期待了很久 等候了很久 前面都被很多人宣傳過的說 後面要講這個性的話題了 對不起 補充一下 我不是性學大師 我是立志顛覆性學的大師 還有我只有15分鐘 你們不要讀講 我把我時間占掉了 我過去兩個月一直在寫一本書 就要把我下面要講的東西寫出來 所以我已經寫了兩個月了 然後要叫我在15分鐘裡面講 其實有點困難 不我盡力而 我用快速的方式跳過 如果你們不太清楚 我這個論證的過程 裡面一些細節的話 我做廣告以後忍得看 這樣講好了 我不知道你們在觀察男人女人的時候 有沒有感覺到說 女人真的是有點柔弱 雖然他們身上穿著牛子褲 穿著皮靴 穿著好像衣服很精神的樣子 可是那個手指頭細細軟軟的 舉起來的時候 手肘覺得很沒有力氣的 在公車上稍微緊急煞車一下 他就摔到不知道哪頭去了 如果說教室裡面要搬動什麼東西的話 他搬不動 如果家裡面有什麼電器壞 好馬上找人 找老公 找誰來幫忙 如果要辦什麼社團活動的話 所有重的事情都該男人去做 現在女生就說 我其實不行啊 講話聲音好小 你們做學生的也許不覺得 我們做老師的 每次站在講台上面啊 一問學生有沒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下面通常一片死極了 如果說有問題的話 你會發現那女生聲音很小很小 不聽不見的 我絕對不相信女人的聲帶不發達 我們大家都知道有時候吵架起來的時候 她的聲音有時候可以蠻大的 我大部分的狀況下先天發育不良 為什麼先天發育不良 跟這個性的東西有什麼關聯 我們拿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來做個對比 這男性很小就開始對性有興趣了 你們都知道嘛 小時候你們都被人家掀過裙子的嘛 他們很小就對性有興趣 而且他們為性的探索 為了要知道性的事情 為了要能夠占到一點點小便宜 了解一下下面那個褲子是什麼顏色 可不可以看到一些什麼東西 為了這些事情 他們付上多少身體的代價 要爬牆就爬 要跳水溝就跳 要爬在那個廁所的地板上 以便可以拍到什麼東西 她就拍了 他們花了多大的體力 而且他們不但在這個過程當中鍛煉體力 你們都知道他們常常會爬 那個女生宿舍的圍牆啊 或者爬女生宿舍的天花板啊 女廁所的各個角落啦 他們甚至可以先爬到女廁所裡面去 枯坐一夜之等著明天開門的時候 有人來上廁所他可以看一看 他們對於性的好奇 是這麼樣的大 不但在身體鍛煉 腦筋也鍛煉得很好 物理學的原理 不用書本教 很早就知道說要用什麼樣的角度 可以看得到胸口露出來一點點 什麼樣的角度 在這個袖子邊上就看到一點點 他們知道什麼時候要用什麼樣的鏡子反射 可以看到那個門背後 還在進行什麼樣的活動 他們很準確地去把他們鄰居附近 所有的女人出門的時間 回家的時間記得好清楚 以便爬到窗口看她穿衣服換衣服的時刻 洗澡的時刻 對於這些事情 他們有高度的靈敏性 身心都鍛煉得很好 不但這樣男人還有大部分的資源 他們不斷地去探索更新的色情漫畫 更新的色情的節目 他們上了網路就趕快進去看看 能不能到那個看邏輯的那個階段去 能不能夠進入別人領域裡面 去跟別人寫一點黃色的信 我在這裡說 絕對不是告訴你男人很可恥 我是告訴你說他們真厲害 他們的能力 就是在對這些事情上面培養出來的 請問你們 你們這些女人在做什麼 你從小裡大家之後有興趣看看男生嗎 要看得多看一張臉而已對不對 你曾經像所有的男人一樣 看著男人想像把他撥光是什麼樣的 大部分女人遇到男人的身體的時候 不但說是覺得噁心 有時候覺得自己的身體都覺得很噁心 女人對自己的身體完全一點興趣都沒有 總覺得說哎呀好可怕 我最好不要想這樣的事情 也相信父母親說的 你長大就會 就自然就會 自然就會 這一種把身體當成升職功能的這個說法 現在已經不行了 因為身體不單單是升職而已啊 升職是很不重要的一個功能 你可以不升啊 身體有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就是培養你的自信 那你說身體跟自信有什麼關聯 非常有關聯 特別是對性的探索上面 當一個人 對於這個要跟他活一生的這個臭皮囊 一點興趣都沒有 不敢探索的時候 你想想看他的自信要建立在什麼上面 你想想看一個女人過著什麼樣的低能量的生活 我說低能量真的低能量 你問他每天做什麼事情 他就是坐在桌前聽音樂 聽音樂要耗費多少卡洛倫 有沒有爬高的能力 有沒有怕傷的能力 和怕困難的在草叢裡面爬來爬去 不行啊 我們ZMN女生一下下了學以後 天黑了就不出門了 不但不出門 我們教官還要保護我們10點11點 要鎖門趕快回去啊 要不然外面危險啊 好危險啊 你們不要走到屁靜的地方 你們不要太晚回家 不要單身坐計程車 不要這個不要那個 好像你們的身體啊 是所有的男人都想要得之而快之的目標 不過這也是事實 沒錯 問題是說 當男人在拓展他們的疆慾 拓展他們的能力 想驚想怪的 要得到一點點性的滿足的時候 女人在幹什麼 沒有 什麼都沒有 坐在那裡慢慢的一根一根頭髮的梳梳梳 既沒有鍛煉你的體力 也沒有鍛煉你的腦力 連一點好奇心都沒有 你要知道推動男人向性這方面探索 是一個很強的好奇心 很強的拓展疆慾的心 女人是沒這種心的 這就是為什麼有很多很多女人 走進了電腦中心以後 往往都是坐在那裡一副 天真無知無助的樣子 等著學長 請大家注意一下 我剛才做的那個姿勢是向上看 是要仰望一個比他高 比他壯 比他能幹的男人的 你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還說你跟男人一樣強 因為當然是不如他嘛 你沒有那個好奇心 沒有身體的鍛煉 沒有腦力鍛煉 沒有一點點想要拓展自己能力的動機 你想要怎麼樣能夠把你的世界拓展呢 你看看女人就是在家裡聽聽音樂 嚼嚼牛肉肝 看看一點小說滿足滿足就好了 他在情慾上有什麼探索嗎 有什麼經驗嗎 哎呀講到經驗好看 什麼經驗都沒有 因為我要等待那個完美的愛人 他來的時候才能把我的情慾開啟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過 在你一生的成長過程當中 像你們現在都已經二十幾歲 我今天講這個話其實 有點晚 說實在你們應該很早了 這個十幾歲的時候 剛剛開始有興趣 其實是早越早越好了 早一點能夠對這種事情發生興趣 因為對於性的好奇 是人的好奇心最基本的一個動力 你對於他沒有好奇心 你對其他事情完全無法發揮 再加上你想想看 我們成長過程當中 女人的情慾經驗是什麼 只有報紙上每天翻開來見殺 見殺 性是很可怕的 晚上不要出去 不要單身出去 性是很危險的 然後呢還有另外一套說法 性是很神聖的 性是很美好的 要等到在那個完美的愛情最高峰的時候 或者婚姻替證書上蓋好章了以後 我們才要開始探索 我對女人說一句老實話 你把自己的身體薄啊薄啊 薄到了二十幾歲 好不容易覺得你找到一個完美的人了 請注意前面這二十幾年白費哦 都沒有情慾哦 然後你就跟她開始共同的生活 好日子最多一兩年了 然後開始大家也沒什麼興趣 而且因為你原先沒有開發情慾 所以你根本沒有什麼資本啊 沒有情慾資本 沒有累積一些經驗 沒有累積一些幻想 於是這一兩年也就過了 你的那個朋友也對你沒什麼興趣了 然後你就老死一生 一個女人的情慾生活 如果只有這麼一兩年 我說你啊現在就自殺 一個人的情慾生活要過得好 絕對需要積累 需要經驗 信不是要學習的 信是要經驗的 你需要去經驗 而且 拜託 不要經驗一個人而已 因為這樣給我超感 每個比 一定要多經驗多吸收各式各樣 你這樣才知道誰是虎人的嘛 而且你也知道 男人也是有的會有的不會 你如果挑他挑去 通常女人不是都挑那種什麼 老實的嘛 忠厚的嘛 乖乖的嘛 意思也就是呆呆的 也就是說在情慾的經驗上面 生活上面也是很貧乏的 那你更慘 那一兩年都不太好過 如果說你希望有好一點的情慾生活 能夠活得更好一點的話 你必須要有積累 這個積累要各方面的去吸收的 這個情慾的經驗 這一種 拋掉了處女心態的探索 和擴張 這些東西才是自信的來源 一個處女 有一些男人不是告訴我 說什麼處女看什麼眉毛 如果說是什麼樣子 走路什麼樣子 屁股什麼樣子 就是處女 我告訴你 處女其實很容易看 我說的處女 不知道我不是處女默的事 而是處女心態的女人 這種女人的話 手腳是放不開的 力量是非常薄弱的 非常柔弱的 凡是有什麼狀況出來的時候 她只會尖叫暈倒 或者手蠅 這樣子叫做處女心態 處女心態是任何新的事情不敢查 上了電腦以後 她只學最基本的 學長告訴她打哪幾個 她就打哪幾個 她絕對不會說 欸 好 能不能再做點別的 我也有沒有一些別的方法 這種是處女心態 我對不起 時間越來越快 趕快告訴你們 你的實際的步驟 剛剛我已經講了 我說女人的不如 不如男人 是在一個環境之下 過分的壓抑女人 不讓女人去 像這年頭 汽車出來了 大家不都可以開車了嗎 開車的女人有多少 會開車的女人有多少 能夠掌握方向盤的有多少 即使是老婆先生出去啊 一起買了車了以後 你看開車的是誰 一定都是先生 太太有了駕駛執照 開車的還是先生 沒有經驗 開車當然開的比較差 因此在路上才會被人家罵 罵 所以你看又是女人 開車開的好差 其實你只知道足夠的經驗 有那個自信 敢冒險 保證你開的好 不信你看我 我開 絕對比你開的好 對 我確實是挺好的駕駛者 不過我們要回到一個很 基本的東西來講 就是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在性方面去開發 怎麼樣去發展我們的能力 怎麼樣在這過程當中培養出自信 因為我們已經看出來了 我們如果不能在性的事情上 得到解放的話 我們是柔弱的 我們是無力的 我們很多事情很怕 因為我們很怕出去受被人家強奸 我們很怕 當然 絕對是有理由怕 因為你很弱 遇到了以後 都沒辦法能夠抵擋 你也想想看說 如果你把身體鍛鍊好好的 保證你 我走在街上通常人家不敢 當然不是說我沒有 你可以 一個女人如果自小就壓抑自己 不成長 不能夠向外拓展 變得很柔弱的女人的話 她就是把她自己 暴露在更大的危險之下 因為你的柔弱就是邀請人家來侵犯你 你就是越來越遇到遭遇的危險狀況 而這個危險的狀況 就讓你越來越害怕 你就害怕說 哎呀糟糕 我如果一遭狼滾 我就完了 所以這就變成一個惡性的循環 你從你的柔弱 就體驗到更大的危險 因為又怕很大的危險 你就更柔弱 更不願意出去 更不願意拓展 每天就抱著自己的身體 等候說有一天遇到一個善心的男人 像王子拯救公主出那個惡魔的城堡一樣的來拯救你 不過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即使是你被拯救出城堡 即使你保守你完美的身體 一直到結婚的那天 你心頭所有跟著情侶而來的那一些恐懼 那一些畏縮的包袱都還在 你以為愛情能夠出去這一些啊 你以為你一生都覺得很恐懼很害怕 然後到結婚當天晚上你突然解放 你突然就有了情侶的資本 可以繼續去運作 可以去享受了嗎 不會的 這個就是女人為什麼不能夠享受性 為什麼女人常常爽不起來 最重要的原因 因為你沒有資本 沒有練習 沒有經驗 也沒有實驗的能力 講基本的東西 給你們三大指示 怎麼樣能夠在性的事情上解放 第一個 鍛鍊身體 我說鍛鍊身體 你不要以為說 我就是跳一跳有養體操 或者我就去做一點很輕鬆愉快的事情 什麼飯後擺肚子這樣就算了 在那裡面走到外面吃個飯 然後走回家就這樣 不對 我說的鍛鍊身體 是非常重要的練習你對你整個肢體的掌握 女人的身體從來不是她的 因為她從來就沒有練習過說 我要怎麼樣讓我的全身的肢體配搭在一起 我的力量收放自如 我有足夠的力量用 我能夠知道我這四肢 所有的器官所有的肌肉怎麼樣運用 我們在台灣很少看到女人去練健美 我說舉重哦 在那個機器上面搞來搞去 渾身冒大汗 沒有鼠女的形象 這一些事情大家都沒做過 你沒有做過 沒有把身體鍛鍊的好 我告訴你 不單單說健康不好 做起工作來沒有力氣 想要吃康拜特 死問 做愛也不爽 因為體力很差 做了一下子我就說 對不起啊算了 人對於他身體的掌握 是他的自信很重要的來源 所以第一點就要好好地鍛鍊身體 要鍛鍊你一身大汗的身體 像我現在講的都一身大汗 第二點 培養你的情慾 開發你的情慾 你說啊這個怎麼開發呢 哎呀 很重要的一點 要有經驗啊 要各式各樣的經驗啊 而要在各式各樣的經驗裡面 去實驗 當然你說啊 這個不好 這個各式各樣經驗 我常常會被它利用 這一部分我第三點再講 我現在先告訴你 第二點要培養情慾 情慾 我們坊間是有很多色情材料 千萬不要止於此 告訴你們 第一次的女性的情慾文學的運動 正在開展 《島嶼編編編》這一期啊 《女人國家認同》裡面 就有出現一個新的文學範疇 叫做 DIY情色小說 DIY就是 Do it yourself DIY是什麼意思 Do it yourself 不單單說是 你自己要去做 自己要去經驗 不要只是經濟人家在自己心裡面 間接的爽一爽啊 不單單是你要自己去做 而且還要自己去說 這裡面 這一期裡面 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女人在述說他們的情緒 情慾經驗 是非常個別的 非專家的 你們不要以為說 我說開發情慾 你們就搞不好去讀一些 性學的大師 這個什麼書啊 千萬別讀 因為性學大師 總是告訴你 你應該怎麼樣 是把你跟別人 通通當成一樣的 這裡是完全抹殺你的個別性 抹殺你的自主性 拜託 我們的想像力是無窮的 情慾受到壓抑 開發你的情慾 多聽多說 多經驗 多感受 用裸體睡在床上的時候 所有的整個 每一個細胞的感受 把你全身的情慾發出來 不要只是集中在性器官啊 那些有一些手淫多點 罪惡感深重 拜託 開發一點 拓展一點 第三點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講過 有的時候 你可能會需要有一些伴侶 我剛才已經講過 有多樣性的伴侶 這個多樣性的伴侶 在過程當中 如果你只是扮演那個被利用 拿來謝玉的角色的話 我說你是完全失敗 我在這裡說了這三點的話 事實上是要在這個經驗的過程當中 累積起你的自信來 有能力 有自信 有經驗 有知識 知道好歹 知道怎麼樣去發展自己 這是女人的能力的來源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千萬不要被人家利用 什麼不要被人家利用呢 因為你自己情慾的經驗 可能比較缺乏一點 因此 也許你情慾發作的比較慢 比較有限 因此 如果你要跟哪一個男人 做一個性的經驗的話 千萬不要只是 停留在這自主性說 我要 或者我不要 我比較鼓勵你們說 我要 但是 前夕至少要三十分鐘 脫我的衣服 就要三十分鐘 在這三十分鐘 慢慢脫我的衣服 慢慢培養情緒 因為我們原先的情慾 真的比較少 所以要脫三十分鐘 摸三十分鐘 清三十分鐘 好好的玩 完全讓你的情慾發作以後 你先爽到了 你先有高潮 爽到了以後 然後男性才可以插入 不過你當然也知道 男性插入 有第一條件 要戴保險套 不管他是誰 你不要聽那個坊間說什麼 有固定性伴侶 的人就不用 別傻了 保險套是你非常重要的 性玩具之一 不要忘記替男人戴保險套 是因為高度刺激 高度引發情緒的過程 可以把玩 可以在又玩又有健康 又保護自己的過程當中 我先說 艾滋病是本世紀發明的 最大的性押育工具 而且這個性押育 每一次性學大師的演講 都是叫女人 記得提醒男人要戴 他還玩笑 我們為什麼要提醒他要戴啊 不戴 不戴不要做 沒有前戲 沒前戲也不要做 高衣服沒30分鐘 那更不要做 我沒有爽到 你也不要做 性的解放 就是要讓性跟愛情 跟婚姻 跟討好男人 跟抓住男朋友的性 分開來 性是為了愉悅 為了快樂 為了爽 如果你還沒有爽過的話 現在是有點遲 不過趕快 趕快發展我們的DIY情誼文學 進行我們的DIY活動 把我們的情侶發展起來 而且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不斷的回首去想 不斷的跟別人溝通交通 人家來淡水河邊 men's talk 我們也來中旅樹下 women's talk 我們也talk talk一下 告訴他們說 哎呀有些男人好菜 我幹你兩分都沒事了 之類的 女人一定要有情侶資訊的管道 因為男人也有這樣的東西 才培養出來有很大的 這個information base 它的資訊的一個基礎 我們也必須要這樣子 女人如果要追求解放 要追求她的能力 擴大的話 她必須要過一個 非處女的生活 就是不是那麼柔柔弱的 怕怕的 句句的 什麼都很不便宜 她不往前的 女人要做豪爽的女人 從今天就開始 客氣